我现在在 Hartik火车站 然后之前不是一直答应大家要过去 Dump Rides去帮大家看一看那边的情况 然后今天呢 虽然我还有论文没有写完 但是我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所以就回今天过去 Dump Rides一日一晚 现在是10点23分 然后今天天气超级好 然后这个地方感觉特别特别安静 刚刚火车上也都是爷爷奶奶 都没有看到黑头发 一直都是白头发黄头发的爷爷奶奶们 希望今天可以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同学们 打招呼吧 人了 好了 感觉是 就比较 比较安静的那种小镇 特别可爱 这是超级小的 火车站 走吧 我们到了 这里真的没有人 这里真的没有人 可能现在是假期吧 现在是春假 我现在很迷茫 因为没有人 然后后面是这个楼 对 然后因为 因为我没有碰到人 我就不知道 他们是在哪里上课的 然后这儿有个路牌 我这没踩到 克拉斯克大学的 牌子 可能现在是学校放假了 可能现在是学校放假了 所以最后一幅教室没有人生口 然后这个教室超级大 就是超级大 然后 就 就可能是你们 未来上课的地方吧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学院叫 综合研究学院吧 是吧 我现在 好能够动掉 很多 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 好迷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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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茫啊 迷茫啊 哦 我刚刚问了这个图书馆里的stuff 然后呢他说这个图书馆是一个比较公共的图书馆 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 主要还是学生 然后可能大学生会过来买咖啡之类的 无师会没有特别多的学生 在这边生活肯定久了就变成佛系了 我们现在已经坐在回头的不交车了 因为如果这班不赶上的话 只有一个小时以后 所以就不去回去了 然后我们没有找到旅游管理学院的楼 然后只在书馆馆 还有一个综合研究学院的楼里 转转转 然后这边呢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放假吧 真的人太少了 而且现在放不开了 所以走不去办吧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中餐厅 叫The New Oriental 对叫东方船 东方船 的一个中餐馆吃饭 而且它中午只有12点到2点开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往市中心走了 我们现在到了市中心吧 这儿 然后我们现在在找中餐馆 然后现在我面前呢是一个大尖顶 我觉得应该是城市地标这种感觉 看到了雨鼠 飞山池 飞山池 雨鼠 它叫雨鼠 对啊 飞山池 就是雨鼠 什么 我们找不到饭店了 我好饿呀 可以吃 但也不愿意 找也找 我都不信 东方船 我看到了 那儿呢 这儿是 我终于找了 我给你吃饭了 嘿嘿 开心 这个黄黄的小孩子 东方船 菜单 还有什么吃的 我们现在吃完饭了 请大家记住 这个中餐厅 它叫东方船 没有中餐 调料取胜 鸡汤 鸡汤粉虫的 咖喱咖喱块做的 太难吃了 我一个从来不吃米的人 逼得我多要了一碗米 因为它那个咖喱实在是太咸了 哎呀 洋葱还没炒熟 这洋葱还没炒熟 我现在味觉有点不舒服 哎呀 刚刚就是 有股神秘的力量在装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踩雷了吧 当然我就不相信 就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这种餐厅 感觉 他们我也不知道是中国人 还不是中国人 也不会说中国话 刚才吃完饭 觉得 不太舒服 对我们现在在 星巴库休息一下 一直等到火车 有芥末啊这里面 这下面这个有芥末酱 应该是芥末蛋黄酱 现在是下午三点 我们在星巴克坐了一个小时 最后还是决定振作 偷来转一转 但是实在是没什么可转 来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 稀不冷腾的街 妈妈你吓我一跳 突然 神色大变 你不要讲这话 然后 我终于看到一家我认识的店 就是Clarke's 我们去逛一逛 不然的话就只能 冒步子了 我们去 我们去 进Clarke's 看一看吧 不是不然还能去哪啊 不是不然还能去哪啊 我感觉这里的 秦瑞 就是给 周老年 我特别想给我 爸买鞋 行吗 再来一遍 再来个什么 我刚才说啥那一遍 哦 想 Dumb Breeze这个街呀 真的是 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三遍 哎 实在是没啥劲可走了 我们现在满油油的往火车溜达了 今儿我们买的火车票是 六点四十九分那趟的 就是计划 然后我们实在呆不住了 要不是那个中餐上才慢 我们一点多就回去了 太无聊了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真的没有爷爷奶奶 我都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 我来英国这么长时间 没有哪个城市没见过中国人的 就是亚洲面孔都很少 就算都是当地的爷爷奶奶 没有修神学的同学可以来这里 修神学 我觉得他们学那个养老的 在这儿还可以 关键是 就是如果要是在这儿养老的话 选择的娱乐也太少了吧 我觉得现在爷爷奶奶的需求 还是很很丰富的 我现在就要回北京 站在南楼鼓巷里傻笑 没人太悲惨了 这种凄凉寂寞的感觉 没有这种感觉 我回去也是没来 有点小意思 没错 天呐 而且今天去抱抱的是 晴天3到14度吧 我觉得中午最热的时候也没有14度 可能这边真的太空旷了 我本来想给大家就是录一个那种 在学校里遇到一些同学 就国内的也好 或者是当地的同学也好 但我问了几个人 人家都不是大学生了 就很尴尬了 我想要采访到的问题我也都没有实现 非常失败的一条书 吃一个中餐 中餐馆没有中餐 中餐馆有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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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是用汤料调 咖喱是咖喱块做的 洋葱洋葱炒不熟 我现在就想回家街 天呐 还在选择 Dumfries校区的朋友们 没有什么事 或者你不自闭的话 别来了 你就算是很活泼开朗的 两个星期就我保你自闭 真的别懒了 这个城市简直了 我到现在没有看过超过四层楼的房子 自态娱乐设施 对 而且市中心的店都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店 就包括像什么奇乐就卖鞋的店 都一进去就有一种就给姥姥买鞋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对 还有小朋友的鞋 就完全不是一个 就是留学生出来 留学可以收获到的任何一种体验 如果你学习特别好的话 感觉还是要去大城市吧 这种小地方 可能除了读书 真的收获不了什么 你要想种田 可以考虑一下 想种田 先买快递好吧 种田可还行 来了一天 没见到一个中国人 太 strange了 挺自在中国的地方 对 所以也有可能是假期吧 中国同学都出去玩了 或者是住在家里吧 都会出来 反正这真的人很少 是个特别小的地方 风太大了 先不说了 先去 火车站了 马上就到了 哎呀我们终于回到了 Hartic 天还是亮子 哎呀4月份 还有 that line没有完成 哎呦 现在回家继续搞科研 起轮门 哎呦 嘎嘎嘎 大车是人真多 真好 有地铁 有火车 有公交 好了 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然后呢 我准备回去学习了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